兩重邏輯,True跟False 另外有個多重邏輯,那邏輯裡面當然你可以一直插F啦 最多可以插 255個F啦,不過應該沒有,最多啦,不過應該沒有人用這麼多邏輯判斷,頂多大概 三個以上算多了啦,這應該算已經多了,工作上我想應該綽綽有餘了,那以後如果說你要有這種多重判斷 反正你就由上到下,一直分別把它判斷下來 其實應該很好理解啦,可是你如果 不會這種方式的話,說真的要處理事情,還真的很麻煩 如果不跟你講,你自己想的話 可是可能要,應該要花很多時間啦,甚至即便想出來,也可能 不是好方法 如果想不出來,只好自己打,看成績 會不會有老師自己慢慢在用打呢,看80分A 69分C 應該也是有啦,只是說這樣在算成績的話,太辛苦了吧 OK,所以 我覺得每個行業好像 最大公約數就一定要會eSale 而且最好要會一點點那個函數 最好會用VBA 為什麼?因為VBA做完之後,你按下去 自動完成了 OK,如果 老是在算成績的話,他如果也會 按個按鈕,他事情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像多好 算成績就是一種很愉快的感 這個很愉快的感受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啦 那之前我一直 像我最早 工作的時候,我發現就是因為我那時候非常喜歡寫程式 那時候我發現我應徵工作是非常順利 因為很缺這種 工程師的工作 所以應接不暇 好像我那時候才剛上班 沒幾天,另外一家公司就一直打電話說,你要不要來面試 我說 我已經有工作了 他說沒關係 我們可以開更好的條件給你 給你更好的環境 剛開始會不為所動 後來還是覺得好像還不錯 就去了 然後當然就 一下子又換了一家 沒有多久又換一家公司了 而且跳的速度還蠻快的 我覺得因為需求的關係 那時候大概 我那時候剛畢業的時候 可能 一個 一個 就是說工需是不平衡 差十倍 可能有十個公司需要一個工程師 但是只能找到一個 所以相對的 那時候其實真的行行情真的還 而且那時候台灣的景氣是最好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二十年前 現在是一路像溜滑梯一樣 所以如果 你 那還好 那時候其實有 提任 那所以那時候其實工作還蠻有 那時候想說 怎麼這麼好的事情 我很喜歡寫程式 老闆給我很好的環境 讓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之外 每個月又固定會 會 會錢給我 我想說這世界上怎麼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我上班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而且那時候更好的地方就是說 我很喜歡買書 買電腦書 那時候呢 我只要買的是電腦書跟工作有關的 通通可以報帳 那我就哇太好了 我每個月 至少都買至少超過五千塊的書 電腦書 看到這本下班的時候就逛書店看到就買 買了之後就 帳單就給我們經理 你幫我簽一下 就可以入帳 就還有錢 可以 然後有些東西不會 還可以到外面上課 像那個到資社會上課 也是一樣 公司出錢 而且完全不用簽任何什麼 比如說你 就是這幾年來 你不能離職 離職的話 你要還錢給公司 對不對 現在都有嘛 可能那時候都沒有 沒有耶 你只要離 他不會問你說你這個錢到底 到底是不是要還給公司 沒有耶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不是因為景氣太好的關係 景氣好的時候好像對員工都沒什麼計較 景氣不好的時候好像都清清計較 越來越 越來越call嘛 對不對 因為 因為公司也不賺錢嘛 公司有賺錢 因為那時候 我們 客戶很多都是 租客啦 他其實租客有賺錢嘛 所以他對於那個 軟體的專案 都會 非常的大方 反正經費 隨便一個小漢子 都是百萬起跳的 所以 那時候其實也 整個都很好啦 前提是整個還價 大還價好 OK 所以當然如果說 你可以有一個 事情 但前提是你要產生興趣啦 這東西要產生興趣 那你自然而然你會做得很愉快 OK 所以這當然 一種 經驗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那個VBA的部分 我們待會 也許大概就是幾個 第一個 這個東西 就是按鈕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的話就是 游標假設 放在這邊 有插入函數 我們需要兩個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可以產生什麼 使用者定義的 有沒有 然後呢有兩種 一個是 合格不合格 一個是多重 大概是這樣的 那 這個按鈕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多了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 在函數裡面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自訂函數呢 它只能針對資料去做處理 它沒有辦法去做 顏色 比如說 我今天 ABCD 之外 我還希望 給它 不同的字形顏色 或者是不同的底色 或者是不同的框線 就是一些 格式上的設定 那格式上的設定的話 自訂函數呢 就沒辦法辦到 OK所以大概有兩種 VBA的第一種 VBA的第二種 前面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有帶到 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實做出來 其實 你也不用把這個 就是說呢 我們未來課程 就是要你們 反正三階段 反正第一個就是函數 你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其實當然我的解法只是 給各位參考 其他如果還有 更多的 函數 你也去 也許可以自己試試看 先了解 第二個就 VBA 那VBA有兩種 一個按鈕 一個失字力函數 那未來其實 都跟這個非常有關係啦 所以你只要把這些 熟悉 再往 外延伸出去 我想慢慢的 你應該可以 就是把整個 大概是比較 重要的這些函數 應用 都可以涵蓋進來 那以後你遇到事情的話 你就知道 針對這個 案例 我要怎麼去 取得我應該的解決方法 就慢慢慢慢 會比較有系統的 去使用這些東西啦 也比較 慢慢也會建立信心吧 因為你看到 很簡單 對 如果你有那種感覺的時候 表示你真的 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了 OK 工作裡面 所有東西 都能夠非常的 沒有壓力的去把它完成 那當然就是需要 有一些 我們這些 算是一個素養 VBA的素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啦 真的 這沒辦法 因為這東西你說 可能速成嗎 怎麼可能 所以我絕對不會跟你講說 這個 我可以保證你 怎麼 這學期上完課 保證你就 跟一個達人一樣 這種 我絕對不會保證 不可能啦 還是要慢慢的 只是說我可能 頂多是給你 比較 怎麼樣 一個 稍微 比較有系統的 而且比較 讓你學的 至少不會說 好像死背 你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會盡可能的 把這東西解釋的 算清楚啦 而且 盡少提供給你一些案例 不是說叫你背起來 像以前聯考 背起來 背完之後 好像也什麼都不知道 到底是 是不是重要也不知道 OK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這兩個東西 第一個 第一個按鈕就按一下它 它是合格不合格 按個清楚 這個是賺最基本款 基本的話呢 就是第一個 那你要怎麼按一下它 它剛好可以幫我執行 其實 城市撰寫一個第一個 要產生它 一定需要 這個 在上面需要有個什麼 需要有一個 那個開發人員 所以第一個 我們在開發人員裡面 先把那個開發人員 先叫出來 這個開發人員 這個一定要先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Visual Basic 那加什麼東西呢 這個地方 邏輯函數裡面呢 我們會需要 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 模組 OK這邊有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呢 撰寫這些程式 包含就乘7 那乘7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程序 所以插入 一個程序 程序是一個sub 對應到 這個一個按鈕 那名稱叫乘7 所以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 這一區塊 有沒有 就是sub and sub 大概這個區塊 那底下的東西 是我們要去撰寫的 那他撰寫什麼東西 內容 我們 那不過在這個插入 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 前面都講過 如果你有些地方漏掉 你回去可以 再參考一下前面的影片 說明 那 成績的這個程序 撰寫特別注意 因為字太小了 所以 注意啦 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的 這個大小 把它改大一點 也許 14號字好了 14大概 這麼大 這樣看起來會 比較清 比較清楚一點 OK 其他部分的話 就分別把它寫 那 你在撰寫 VBA的時候 我的習慣是 可以先把它 怎麼樣 縮小一點點 然後呢 用看的 看著你大概需要什麼動作 去撰寫後面的程式嘛 所以 這個成績的話 不過習慣上會先寫清除 清除比較好寫嘛 那for i 等於多少呢 第2列到第7列 有沒有 然後把它的哪一欄呢 h欄 把它清除掉 所以 清除的程式應該比較簡單 OK 就是把 i h欄 裡面的東西 變成空的 那所以要把 h欄裡面的東西變空的 你必須 藉由一個物件 Sales 這個Sales 指的就是哪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 反正就是第i i的話 指的是2到7 它會先2 把它清除 3 3清除一直到7 所以裡面都會變成空的 OK清除就完成 那清除完之後的話 再來寫成績 成績當然 你可以 直接把這個 清除裡面的 迴圈 借來使用 其實它的迴圈都一樣 差別只是在 這個Enter一下 再按個Tab if if什麼呢 你需要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 哪一個欄位呢 依然裡面的資料 如果大於等於 60的話 所以 那依然 它的敘述就是打一個Sales 依然的話就是 這樣子 大於等於60的話 空一格 那打一個Zen Zen的話就然後 那 另外的話呢 我們反之 因為有True跟Force 所以有個Else Else是反之的意思 再打一個Endif 這個是兩重的邏輯 那 如果這個是一個條件 這個是如果這個條件大於 等於60的話 Zen是做什麼事 反之做什麼事 那把這一行拿來用 再按個Tab鍵 這邊按個Tab鍵 只要縮排 這邊呢 就把它輸出什麼 合格不合格嘛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打一個這個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合格 反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不合格 不合格其實可以把這一行按Ctrl鍵 拖拉過來 這邊打一個不 好 程式就寫完了 那記得啦 反應養成好習慣喔 這邊都按Tab鍵 那這個Tab鍵主要的用途就是 縮排 因為如果你縮排之後 Fall 跟Nex 它就會一對了 對 一看就清楚了 if 那就會有else 就會N的if 這樣子也會一對 OK 那你不能少打 因為其實我發現 常常同學 程式打完之後 通常是 少打 比如說 這個忘了打 就是有頭沒尾啦 你們有 就是有頭沒尾啦 那當然我很 強調的是 一定要有頭有尾 結構很清楚 你再去做後面的 如果你 急就張的 像我的同學就照著打 反正就看我雲端 白板上面有什麼就照打 打了 照打就算 還打對就算 還打錯 常常漏東漏西 要不然就是沒有縮排 因為你如果沒有縮排 你可能有些細節 你會看不到 所以要養成好習慣 再來頂多就是說 你可能在 再另外好習慣 就是說 自己再加上什麼 加上註解 註解的形式 我的習慣是123 反正就是 1 這個什麼 寫什麼 比如說回圈 這是回圈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判斷 你這個 這個敘述自己寫啦 我只是簡單 做個 範例啦 那當然你可以寫多一點 沒關係 寫給自己看 你因為我不像 我不像 你到底哪裡不懂 反正你可能希望 提示你未來 可能 在多久之後回來看的時候 你會需要有些什麼訊息 會忘記的 你可以把它寫在這裡 OK 就是盡量換 因為盡量不要 太相信你自己的記憶力啦 其實因為現在人 就是吃太多那種 外面的東西的話 真的記憶力會很容易衰退 因為現在重金屬 真的太 太可怕了 OK 而且現在 聽說什麼 因為海洋 整個被污染 所以那個 魚也不太能吃 因為現在很多 那個 也很多 大魚吃 小魚 那小魚吃什麼 可能吃我們的 這些工業垃圾 然後吃到肚子 吃 你又把它吃進去了 所以問題就很大 OK 好 那這地方我們做完之後可以來執行 那你可以再產生按鈕 這個按鈕怎麼產生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 這一個 可以對應到這個按鈕 這一個 可以對應到 這個按鈕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清除 這個是 合格不合格 OK 所以基本上 執行完 就完成我們 前面兩個按鈕 這個 這兩個部分應該是 比較 簡單的 前面應該 都有講過 差別只是說在 這個 邏輯判斷的地方 if then else and if OK 那我建議 如果說你真的要把這些學好 可能手邊還是需要有一本 筆記本 真的要把 就是 像我以前 剛開始學的時候也是常常 東漏西漏的 所以我一定要一個 筆記本 把它寫起來 或者反正沒事的話 就 默寫一下 OK 或者 最好把上機打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把這些東西記下來 記熟了之後 以後 用來用去做這些東西 這是最基本的元素啦 基本元素都OK的話 以後要做複雜的 你就會發現 好像 就 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這當然一個階段性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 4NES 那 然後 這些我想都固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就是 先完成那個 第一個階段 VBA的那個 SUB SUB裡面的 層積跟清除 好